謝謝主席,各位先進 請一下經濟部的杜次長,外交部的使次長 有請杜次長的使次長 還有財政部的吳次長 三位長官,哪位回答我 台灣跟越南,是他們的籌碼多還是我們的籌碼多? 您指的籌碼是 籌碼就是籌碼,談判的時候,誰比較需要對方啊 我們需要他們比較多就是籌碼少 他們需要我們比較多就是他們籌碼 彼此都有,目前越南希望我們在那個地方能夠持續的投資 那我們目前對於外勞的部分有一部分是越南在攻擊 但是如果這樣講的話,照理講是他們比較需要我們嗎 應該這樣子吧 這個大致上來講是這樣 是這樣子的吧 所以我們大可強一點嘛 他們的越南駐這裡的大使提到說 拜託台灣不要走 這一句話就道盡了,他們比較需要我們嘛 應該這樣子吧 對於他們提出來的條件 他說願意減免土地稅、營業稅、優惠貸款 甚至於不計算過去貸款,這樣夠不夠啊? 市長你覺得? 這個當然不夠 當然不夠 還要加什麼? 一般來說,包括了比如說有一些可能需要涉及到現金的補償 然後在稅負減免的部分,包括了像所得稅的減免 或者是說有一些特取事業他的特取時間的延長 這個都可以根據每一家企業的個案再來看 好,那個外交部的時事長要不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基本上看法是一樣的 還要什麼?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未來的安全的保障 我想這一部分,除了這個 未來安全怎麼保障?寫切結束嗎? 說如果以後再發生暴動,他們全數履賠 其實就寫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照委員的講法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越方非常重視我們台商的投資 這也是他們經濟的原動力之一 在他們目前的經濟情況之下 將來保障台商就是對他們自己經濟安全的一個重要一環 請問你啊,中越糾紛現在結束沒有? 當然沒有 還沒有嘛,代表以後可能還暴動嘛 對不對?他要我們回去 暴動不暴動這個基本上是要越南政府來控制 對台商有很大的壓力啊 對不對?所以要我們回去 back to normal 他寫個切結書嘛,政府保證嘛 可以做得到嗎?外交部 我想這一部分我們就是要能夠讓台商放心 怎麼放心 所以我想這個陸續我們談了 他們政府要寫承諾書啊 以後再發生所有的損失他們買單了 這就是投保協定嘛 是投保協定啊 我們要談新的投保協定啊 這裡頭就是將來 原來不是已經簽過了嗎? 但是十年有效嘛 再繼續又延了 現在我們就 這部分 說明一下 投保協定因為20年前簽的 所以跟現在國際上通用的投保協定的內容 有一點點沒有那麼詳細 涵蓋的範圍也比較小 所以我們希望跟他簽一個新的投保協定 更能夠保障我們的投資案 月光現在同意嗎? 正在談 正在談 雙方正在談這個內容 大概多久可以考定 這個不是非常確定 因為已經談了幾次了 那目前進入實質的在談 所以我們希望那個張部長也跟對方正式提出要求 除了一方面要懲兇賠償、保護安全以外 另外一方面 雙方盡快把新的投保協定談成 你剛剛講那個說審市場去什麼的要弄弄弄 六個月對不對? 那個是 我們投保協定能不能六個月裡面搞定 投保協定 你說新的投保協定是嗎? 這個就 這個因為時間很難講 不過因為舊的投保協定 它有一個 有一個雙方的這個協議的期間 國際上慣例大概會有一個時間 財政部的吳次長要不要講一下稅的東西 是 八委員 稅付的部分 我們在報告裡面有提到 目前我們財政部可以提供的就是 分公司的部分 它只要照相相關檢便我們可以 可是呢 還要照相 還要照相 總是要有證據的保全 可是我跟委員報告 它在那邊主要是子公司 子公司其實它並沒有併到我們這邊的課稅 所以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未來在跟他們要求的時候 應該要求他們內地稅的所得稅 應該來減免 也就是說營手稅跟他們內地的綜合所得稅 那這樣才能達到真正的效果 因為營業稅的部分是比較沒有 他們營業稅結局比較沒有效果 我們希望 整個小組的Leader應該 杜次長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是不是 我們 越南代表提出的土地稅營業稅 那個是呼嚨 那是道地呼嚨 講得很清楚 那就是呼嚨 營手稅才是真的 我們堅持營手稅放進來 營手稅全免 就這個意思吧 這個要堅持到底喔 營手稅才重要 而且我們可以這麼講 這裡面的免要免多久 市長有沒有補 心裡有沒有補 那個杜次長 我們是認為 是應該要看台商的受損狀況來決定 因為它有輕微跟嚴重 所以如果 當然 如果這是一個配套 如果營手稅的減免是一個配套 那就看它的損失再來決定 這個營手稅免多少 其實這裡面都知道很清楚 其實越南代表表面上看起來 一副很委屈的樣子啊幹什麼的 或者一副這樣子 這才這麼低 其實這裡面還是耍很多心機喔 還是很多呼嚨喔 他講營業稅土地稅 就到底的就是呼嚨 他如果講一個營手稅 那才是真的 因為這個平陽省的這個主管 去看台商協會的時候 他們也提出了 這個所謂的營業方面的稅付減免 因為這個可能翻譯不是很準確啦 不過我想我們 我們知道 要減免其實營業 所得稅事實上是最有利 這個我們了解 我們當然會提出這樣的要求 市長你有沒有算過 到底現在損失多少 目前還沒有做一個 一個實際的統計數字 要多久可以把它統計出來 我想可能還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個外交部還有財政部的兩位長官請回好了 杜市長留下 我再請教你喔 我們現在看到過去啊 大家一直講說 在大陸方面 其實大陸的工資前一陣子 導臣也發生那個暴動事件 他們的工資其實很多地方 上海地區、沿海地區都超過台灣啦 而且他們還講了說 兩年內要整個全面的超過台灣 所以在西進來講 這個生產的這種優勢 這種勞動力的工資的低廉已經不在了 南進過去喔 印尼的暴動 現在越南的暴動 你會發現台商幾乎沒有路可以走啊 所以其實很多台商現在想回來 可是回來會碰到一個最大問題 沒有土地 而且我們行政經濟部的這個投資業務處 這裡面的省的過程又長 行政又攏長 所以台商你會發現台商現在沒有路啊 到別的地方去都是有政治風險 要回台灣啦 台灣又沒有地 然後行政效率這麼慢 市長你要不要講一下 回應一下 再借這個機會啊 我們看到南進有風險 西進人家的成本越來越高 台商這是台商回來最好的機會啊 我們應該努力啊 這個部分我們了解 就是說我們會根據台商的需求 如果他要回來 他必須要有轉型升級的準備 那這個在轉型升級的過程 跟回到台灣來的部分 我們會有專門的單位在協助他 目前已經指定工業局來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他仍然要維持他的低成本的勞動力的生產的話 那他就可能要再找尋其他的可能的機會的地點 再去做類似的投資 什麼意思聽不懂 就是說他如果不轉型 我們不歡迎他回來了 不是他不轉型 他回來因為他需要很低廉的勞動力 然後他的附加價值很低 他回來他也很難生存下去 對 那你就表明了就不讓他們回來 不是我們歡迎他回來 但是要轉型升級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了 這個是最好的幾乎對台灣來講 我們應該鼓勵大家認真行銷國際 本地生產 應該是這樣子吧 市長對不對 是的 要行銷國際 連美國這麼強大的國家 歐巴馬想辦法讓他們過去的工廠回台灣 更何況我們台灣這麼小一個地方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只有這個機會 不是沒有 歐巴馬他希望他們回去 他也是要所謂的AMP 就是也要高端的生產 他才能回到美國 跟我們的想法是一樣 回到母國一定是要能夠升級 歐巴馬問題你一直沒有回答我 那個市長你去了解一下 我所碰到的好一些的台商 抱怨對我們經濟部 抱怨最多就是沒有地 而且你們在地的這部分 非常的消極 你們沒有一個好的政策 市長我想這個不是針對你個人 是說整個經濟部 對於土地這種工業用地 都一直被人家炒這麼高 根本這麼貴 人家回來也設長不起 豬啊 台塘的土地大量放出來 提供工業區用豬的 這樣的角度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是有在跟台塘規劃 做聯合開發的方式來做 因為台塘手上的地 主要都還是農業用地 所以他必須要經過一個土地的變更 才能夠讓工業來使用 所以他並不是說 台塘現有的地 他們來租就可以用 我剛剛問題你一直沒有回答 變成豬 經濟部找出土地 不管台塘是不是台塘 變成用租給他們 就是類似住宅的社會住宅 用租的概念 這個概念 我們同意現在就是說 有一些是採用租的方式 對 目前正在找幾個地點 正在做規劃 哪幾個地點 比如說我們目前跟台塘在談的 這個外埔的部分 台中地區的部分 這個也在談 那台塘也配合幾個地方政府 包括像嘉義跟高雄的部分 他要釋出 但是因為中間還有一些徵收的程序 還在內政部審議中 我們希望經濟部借這個機會 好好的把土地解決 讓台商真的可以回來 台商很多回來 是找不到門路回來的 這個特別讓次長知道 好 謝謝 謝謝